我喜歡吃牛肉麵 他最近如果喜歡吃牛肉麵 他就會一直吃... 我張開眼睛就會... 他就說吃牛肉麵吧 對方到底知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我就問他說 完了 我不是不挑 我說我是配合你 你一看你一看很荒謬 一三天之後 我就想你嚇他 哭了不起 好嚇到喔 好可怕喔 歡迎收看姐妹亮起來 王三歡迎我們今天 壓力山大的姐妹代表 首先歡迎我們的Julie姐 大家好 我是Julie 再來歡迎我們的珍莉姐 嗨 大家好 我是 而且今天很難得 還有我們男性代表 我們的哈校園 嗨 撒基努 歡迎 壓力有什麼好代表的 其實不是很開心 不是 本來都力戰群詞 竟然總有兩個倒楣鬼來 對 陪你一起 我跟你講 老梁 我最近看了一個文章 他上面是一個婚姻專家 他寫說 即便 再美好的婚姻呢 一生當中可能都有兩百次 想要有離婚的念度 不是 這個 連這種東西 他都要少抱兩個靈喔 好好的調查 您就講實話嘛 沒有 大家 不是講大眾的心聲 所以是少兩個靈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有講 要掐死對方 大概有五十次的機率 也是少兩個靈 你說一年之間喔 對 才五十次 對 他應該少抱六個靈吧 我聽大嫂說 他就是一個月 大概有五十次想掐死 那很合理 對 很合理 所以你等於生活在地獄 你的壓力有這麼大嗎 不是嘛 不要說壓力大 你看看這兩個 來每天都沒有笑容 都黑掉 都黑掉 本來就黑掉 我們就是從地獄上來的 對 還一個黑成這樣 還一個自己把自己的腳廢了 你看 對 你看他們問題有多大 好了 不要緊張 我們樓年一開始 整理了三個 婚姻之中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一起討論一下 是 是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婚姻壓力大 這些事情讓我好想吵 是的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也就是 小孩帶到很崩潰 小孩不是很可愛嗎 怎麼可能呢 因為像我個人 其實平常已經沒有在帶小孩 對 我假日還有放假日 一定要把我的兒子照顧好 因為我兒子非常黏我 所以他就是你去哪裡 他現在十四歲了 他現在十四歲 大家一定想不到 這麼已經國三的人還很黏 他的黏有點像那種 恐怖情人的黏法 就是他會無時無刻打給你 你在哪 幾點回家 譬如說他在上課的時候 譬如說現在時間有在錄影 他在上課 他有的時候傳訊息 他不是用傳的 他是打電話 他就是那種奪命連環 我有一次錄完影的時候 一看 找我 我想說一定發生什麼重要事 不然要call十通 我就回他電話 真的 都沒有人這樣子追奪命連環call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回... 然後回他說 怎麼了 你怎麼了 為什麼一次打那麼多 他說你在幹嘛 我也不接電話 我說我在工作怎麼接電話 他說 我說那什麼事 你趕快跟我講發生什麼事嗎 他說沒有啦 我要跟你講 就是我今天會晚點回家 你告訴XX底下 他叫我打電話去跟他爸說 我說你是怎樣 手斷掉 不會自己打給你爸 你在打給我十通中間 你不會打一通電話給你爸 跟他講 他說我不要 我跟他講 然後他又要罵我了 你跟他講 搞十通都不是重要事情 然後直接叫我去轉接一個話 這樣你會覺得更不耐煩 而且小孩越大越難溝通 然後像我的話 我的孩子 可是呢 每當我去外景 或者是拍戲的時候 小朋友就寧可挨餓 也不要叫媽媽去買東西 曾經媽媽有曾經試著要料理過 就是做個什麼烘焙 給小朋友吃 或者是 都是很心血來一場 然後一看 媽媽今天做這個烘焙 巧克力口味的 結果一吃 不是 它是超肥大 對 是顏色色上的巧克力 當下小朋友就開始怕了 媽媽你代表要去廚房 怕 手臂都咬了 餓了 對 然後所以我每次出外景 回來的那一刻 我都壓力會很大 然後就是 就我上高鐵 然後我還要拿行李 然後大包小包 然後老婆就開始打電話 你兒子開始餓了 然後你待會回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順便買個東西 然後我想說 我現在人在高雄 那我回到台北淡水 哇塞我還得轉車 轉捷運 然後再轉輕軌 再到家 再換摩托車 你看 我回到家就差不多要 四到五個小時 從高雄的話 然後這四到五個小時 寧可餓喔 但不要叫媽媽去買 因為媽媽有時候去買的時候 她去Saven幫小朋友買便當 回來 然後媽媽便當了 他說 我突然想要吃這個糖果 我就買這個糖果回來 不是 便當呢 對 叫爸爸買 所以我這個壓力是大到是 然後我想說 好 這五個小時 要買什麼東西 高鐵的便當還是 那個台鐵的便當 對啊 他有一次 我們從台東 要飛回台北 是 他應該是在上飛機之前 就有接到電話 說兒子肚子餓要買便當 是是 他真的 他在飛機上 人家那個空姐推車過來說 要喝點什麼飲料 他問說 對 真的 我完全感受到他的辛苦 真的 國內線其實沒有便當 國外線也沒有啊 我想說 我車都有 我還一直叫那個 莎莎說 莎莎你問他有沒有便當 他說我問他都不理我 莎莎你問問看 都不理我 莎莎說 誰會賣便當在飛機上啊 壓力大 那因為我的兒子 他其實算是很乖 但是呢 我在帶小孩中間 最大的壓力 還是來自於我的老婆 為什麼 他最糟糕的就是 雙重標準 比方說 我老婆都會跟我講說 你對兒子太兇了 我說我只是聲音大 我沒有沒有兇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兒子很怕你 我說真的嗎 我就會問我兒子說 兒子 你比較怕爸爸還是媽媽 他就這樣看我老婆一下 然後我老婆就 我比他怕爸爸 對 根本沒有 他超怕我老婆的 我兒子看到我跟我玩 都是那種比如說 就是他就是拿那個 忍者龜的雙結棍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把我打的 跟那個那個 就是他那個老鼠教練一樣 一直打 一直打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敢對媽媽這樣嗎 他說不敢 他一聽到媽媽 他會嚇到把雙結棍掉在地上 他說我不敢 我不敢 然後我老婆竟然就是用那種 情樂的方式跟他講說 你比較怕爸爸 你比較怕爸爸 你爸爸 你怕爸爸 洗腦 用洗腦的方式 然後叫我不要那麼兇 所以我跟你講雙重標準 是我最大的一個壓力來的 真的 很可怕 所以管教小孩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很困難 我跟你講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這是剛剛是管教小孩 我們先列三點算客氣的 好的 那我們第二點是什麼呢 對方踩到線 這個真的不行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底線 當然 一定會有 我覺得都是很多東西都是累積的 我們家就是我兒子跟女兒跟我老公 他們都算屬於 那應該講說他們在家裡面 都沒有在幫忙 所以沒有拜幫忙 就是我們家有三隻狗三隻貓 那你知道這打理起來 其實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你知道嗎 因為光輸貓 可能就要輸掉我一個小時的時間 對啊 這六隻也 像這個小朋友一樣 對 所以就是你要弄好他們 那你才能出門 那有時候他們要 譬如說我們要去吃晚飯 他們就說 那我們要六點出門 好 那大概在五點五十分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一直在叫說 你快一點喔 媽媽 每一次都是你遲到 你快一點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可能正在 譬如說踩貓沙 那你踩一半 你不能一半 你就把它弄完 然後你就會心裡 就會有點火了 然後想說 你們都沒有要幫忙的 養也是你們說要養 對 然後我就隨便就換一換 好 我說好好好 時間到了就走了 然後你就會看到換自己 頭髮有點亂 然後我女兒說 你有一搓嗎 然後我兒子就會跟我講說 你那鞋子穿那是什麼顏色 然後我女兒跟我講說 媽 我認真覺得 你不能再穿寬鬆的衣服了 因為你就是已經越來越胖了 所以你就是穿寬鬆 人家就會真的以為你胖 我要上來 是不是 已經到這裡 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個已經踩到線了 踩到那條線的就是我老公 因為呢 你就按你的電梯就好了 不要講話 這時候就說 沒有啊 媽媽這樣很漂亮 不就好了 對 真的 媽媽天生麗質 不會講嗎 她就說 對 我覺得你最近那個嘴唇 顏色比較紫 那個顏色 是不是因為年紀大了 那個就是比較沉澱 不是 你是不是很想打她 對 然後到那個電梯 一到那個停車場開門 我說我不出去 就是我整個都... 人家已經爆料了 然後他們就開始那種 按電梯的拉我 然後我不要這樣子啊 然後... 當然... 我當然要給他們一個台階下 然後上到車上 他們就三個人一副就說 愛生氣 那甄莉姐會踩到底線 底線 我的底線是隨著那個 結婚年紀 越來越往前 有沒有 反正底線很後面嘛 然後現在又越來越往前 動不動就會踩到我 現在都現在都踩 對... 對... 所以我其實真正底線 主要是我兒子 因為我老公對女兒是不養 就是對我女兒很好 寵女魔人 可是對我兒子 他覺得男生要窮養 所以他對我兒子非常嚴厲 那個... 之前我兒子要買一個iPad 是學校要用要畫畫用的 那那個時候我兒子 就跟他爸說 那我要買一台iPad 他爸說 你去跟同學借 那我兒子很乖 他就真的去跟學長借 學長就借他 然後他要上課 就去跟學長拿那個 反正交出去 就是用email交出去 就OK了 所以他畫完就還他 那還他之後 他就要跟我講說 那媽咪 我現在開始存錢 因為爸爸不幫我買 那我現在開始存 那明年 他那個學長就要畢業了 畢業他就借不到了 那借不到他就說 那我就買一台 我說那這樣好了 如果明年學長畢業 你錢還沒存到 剩下的我媽媽幫你出 好 然後他爸經過就聽到 就說 這種為什麼要買 為什麼一定要花這一筆錢 他就只否上課用 他既沒有要來用iPad做其他事 就是只要上課用那個畫畫用 就去借就好 那個學長畢業 再去跟別班借不就好了嗎 我說他為什麼 不能屬於一台自己的iPad 對啊 你兒子只買一個三萬塊的 好不好 五分之一耶 三萬塊 你都不願意買給他 你會不會太誇張了 就像小孩一樣 會不平衡吧 對 然後他就說 可能用低血認心啊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怎麼會差那麼多 拜託男生 我小時候是要什麼 我都自己賺錢 自己打工存起來 小時候要買個摩托車 我們也自己去打工 對 他就這樣 可是問題是 我兒子才國三耶 他現在要靠什麼賺錢 你不可能讓他不念書啊 對啊 所以他就是這樣 我說那你這樣他要怎麼賺 我說還有再來就是 我們兩個在聊天 這個聊天過程 有花到你一毛錢嗎 這個內容裡面 你花一毛錢嗎 他說沒有啊 我說那你在那邊囉嗦個屁啊 也對 我兒子存的錢 他的零用錢 也是我給他一個月三千塊 他慢慢去存的 然後再來就是多的 剩下不夠的 是我要去貼補 我也沒花到你的錢啊 對啊 那他在那邊囉嗦什麼 我們整個攝影棚 都覺得甄莉姐講得很有道理 是不是 我知道你一定挺我的 因為我接受你 你絕對挺過的 就是說呢 尤其我們的工作職場 在演藝圈嘛 那大家也都知道 我們家那個嘻嘻哈哈 每天在那邊嘻嘻哈哈 嘻哈空姐 好一個嘻嘻哈的 對啊 那他本來是個空姐 那後來因為 因為我的關係 我把他帶進了演藝圈 當然 他現在也算一半是個藝人 走在路上 或者在飛機上面服務的時候 也是會有人跟他的照 對不對 他現在就開始覺得 自己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點這個 在講故事的時候 滿有...滿有趣的 或大家也有一些 比如說很糟糕 很荒唐的一些 男主持人 像是玉琳哥啦 像是小梁哥啦 都會直接跟我老婆說 他就當真了 你知道嗎 那當真也沒關係 他們當真不是事實喔 是當...對喔 他很多故事是我幫他推的 他很多故事是我幫他推的 真的 所以每次我自己的故事 我都持交 是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在想新的哏 你得跟他講 對... 本來我老婆今天要來了 他幾個故事也是我想的 好...沒關係 不重要 好...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到... 後來他當真了 你知道 他有時候竟然會跟製作人講說 我覺得喔 我老公這個故事沒有很好笑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這集要不要罰他 他會這樣子 他斷了你的財路 扯後腿 會這樣子 直接...對 直接踩到我的底線 到現在我的通告 開始真的 漸漸的比他少了 真的 所以我才要回籃球界 不是... 一直在籃球界 是...謝謝... 對 沒有 有的時候很奇怪 有的事情就... 比如說 找我們夫妻連累出席有沒有 對... 然後他還說 通告費用卡要一人一半 他怎麼卡 卡幾T的 對 你現在是不是在講... 我老婆... 對...你老婆 對 他是... 我要... 對... 對 我老公也會啊 對半分 對半分 其實老公說... 起碼六四或三七吧 而且他說這集你置入 我說你有通告費 可是你有置入啊 那個要拿出來分 我老婆更過分 我老婆會直接叫他的經紀人 幫我簽那個勞報 簽完以後... 就把錢全部收到他那邊去了 這個比較厲害 那個不好意思 子浩 以後不要再幫我老婆... 簽我的那個勞報單 謝謝 其實我的底線其實已經... 本來是有很多底線 連邊線啊 三角線啊 等腰三角形這些線我都有 可是被磨到就... 就剩這麼一點點的底線 就是另外一半 其實你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哪怕它是一個... 一個小事情 或者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 有沒有 有沒有 可是我老婆是一種就是... 他是... 他是先斬後揍 有時候斬了他也不揍 對 然後就像我們有時候去 就譬如說我們要換車 小車要換大車 因為小朋友長大的 然後去開一台車看一看 我就上個廁所回來 他簽約了 我們不是想好今天 只是過來看車 沒有啊 這不錯就買了吧 就買了 然後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 所以他財力比你要高很多 對... 你再加他合理啊 非常雄厚的 對不對 財力雄厚的人 本來就有決定權 不是 只當法鬥便宜你了 對 那我是浪浪囉 這種的 可是... 可是他有做了一些很荒謬的決定 譬如說我回娘家 我會莫名其妙有活動喔 然後我就變主持人 或者是幹嘛之類的 對 然後... 就是什麼... 小雞的那個溫室落成啊 什麼之類的 小到這種事情 巧立明目的一些活動 好心配合 被視為理所當然 Julie對凡哥生氣氣啦 他最近如果喜歡吃牛肉麵 他就會一直吃... 我張開眼睛就會... 他就說 是牛肉麵吧 對方到底知不知道 你喜歡吃什麼 我就問他說 老公你有想過我喜歡吃什麼嗎 完了 你好像不太挑啊 我不是不挑 我是配合你 那他們有的時候就是 去談那個婚禮的儀式有沒有 我老公可以啊... 他明天跟你去 去那個地方在屏東耶 我在淡水耶 然後我要去屏東耶 然後... 他親戚是誰 我都不知道耶 然後... 我幹嘛 然後就會... 就是他做的決定 都會讓我很...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有先告知的啊 對 要先討論 對 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 我有時候也是這樣 跟我老婆講 他就說 我跟你講 我這樣的舉動 是在豐富你的人生 好啦 這夫妻之間很多底線 我們真的是要注意 是 還有 好的 第三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呢 這件事 臣妾做不到 對 這是什麼意思 有的 這件事 臣妾真的做不到 就是你看跟他結婚這麼久 他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他最近 如果喜歡吃牛肉麵 他就會一直吃... 我張開眼睛就會... 他就會說 吃牛肉麵吧 就是你知道我最近 看到什麼就會害怕嗎 所以人家最近都是越南河粉 因為我們... 對 剛開始第一次 我覺得很OK 第二次我覺得還不錯 還可以點點別的 等到我把那個 越南河粉的那個店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點一輪之後 他要跟我講 越南河粉的時候 我快要翻臉了 我說 你這樣子我活不下去 人家也辦不到 你叫我每天吃同樣東西 一餐我不行 對方到底知不知道 你喜歡吃什麼 這件事情 就是我生氣的地方 就是因為有一天 他在吃越南河粉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老公你有想過 我喜歡吃什麼嗎 完了 他的反應是不是 他就... 是不是很想打他 我跟你講我也是配合型的 有一次 我們那個美食節目 製作人有一天突然問我 他說 就是說因為我們每天去採訪 各大名店嘛 對不對 有的時候他們想說 那你自己喜歡吃什麼 搞不好你心裡面 也有一些不錯的名店 也可以提供給大家 對不對 他問我 然後他說你講不出來 他聽完他說 翔哥 那我覺得你滿悲哀的耶 你怎麼連你自己喜歡吃什麼 你都講不出來 因為我每天我都是配合 我就說比如說他們要吃小籠包 就去吃小籠包 對... 他們想要去吃什麼 就去吃什麼啊 對... 我... 非常的明白 對不對 那就是互補啊 一個奧一個禿 你們才很... 有一點... 不過我覺得Julie姐 因為太配合了 他其實不只配合老公 配合家人 他連朋友都會配合 因為他沒有要去 我沒有去啊 他沒有去啊 他沒有去啊 中間還跟我打來說 不好意思 我想改時間 為什麼還跟他說 我提早結束 我可以提早去嗎 你跟他講我要提早去 我stand by耶我 那珍莉姐 你跟你的乘客 算是同一類型喔 因為上次小良哥 上次也是打給我 不好意思喔 家母的膝蓋有一點不舒服喔 那請問一下就是你們這些 你們打籃球的 因為我想說去哪裡看啊 我就喔喔喔好 我好像醫生幫他問診一樣 我說那阿姨 請問現在是哪裡不舒服 我就膝蓋下方後方 那個有點腫起來 我說喔喔那有運動嗎 我好像在... 我幫他看著 看著半天之後 然後再幫他跟醫生掛號 這樣子 對對對 而且我們去看那醫生很棒 對啊 他一去看就說 你這個裡面可能有一些 積水要抽 那我再幫你打個止痛針 那打止痛針可能真的很痛 我媽媽有叫出來 那我還回他說 我媽好久沒叫了 對... 像我老公的話 我就是臣妾 什麼都做不到 就是我老公的要求 我什麼都做不到 因為你知道 對付我老公這個人就是 如果你今天做了一次 這以後就是你的工作了 所以像上禮拜六不是元宵節 然後我老公就... 我們躺在床上 他剛才說 元宵節是不是該吃個湯圓呢 對... 對 那我就看著他說 你該不會叫我煮吧 我不會煮喔 我說你應該去煮吧 既然那麼想吃趕快去煮啊 然後他就說 我已經買了 我還要負責煮嗎 我說可是我不會煮 會把它煮焗耶 沒辦法 我真的沒辦法煮喔 然後這個工作就交給了SKY 然後他就去說 SKY去煮八個湯圓 你媽要吃四個 我要吃四個 這樣SKY就乖乖去煮 然後打掃也是 家裡要打掃幹嘛 也是他之前都說 要打家裡掃一掃 我說掃 掃了會髒 反正看不下去的人自己做 然後他就說SKY去掃 所以我們家就是SKY 所以為什麼他很想逃離他爸 一直黏著我就這個原因 對 阿倫只是他們家廚藝最好的 真的 真的 對 我不會這一集想要 是 就是 就是SKY SKY做不到這樣 對... 那我的話我是這樣 因為我曾經有看過一篇報道 他有寫說就是說 當然上了年紀的夫妻不算 但是如果說是 所以我就一直謹記著 我也就是不管我老婆再怎麼嫌我 叫我今天睡沙發 我還是會死皮賴臉的回去 床上睡覺這樣子 但是那一天竟然是我老婆跟我講 他說 老公 我說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你知道這就是我們 就是婚姻結束的開端嗎 他說不是...你誤會了 就是說他說他以前覺得 我的那個打呼的聲音 就像飛機引擎一樣 讓他很有安全感 因為他是... 婚前 對 婚前 而且他的工作 工作上面常常聽到 對 他每天 他其實他在飛機上面 他們會有休息的時間 那那個飛機引擎的聲音 就會讓他覺得很快就入睡 習慣了 因為在飛機上 聽到飛機引擎 正在開動的時間的時候 總比沒有聽到引擎聲好吧 如果沒有引擎聲的話 可怕啦... 可怕啦... 所以飛機引擎... 對 飛機引擎一直開動著 讓他很有安全感這樣 對 他說我的呼聲 就像飛機引擎一樣 聽到我的打呼聲 他就很好睡 他說但是因為最近 他發現我兒子睡覺 經常會這樣子 翻來覆去... 好像經常睡不好 然後要不然睡醒的時候 頭可能在床尾 然後腳在枕頭上面這樣子 他就覺得應該是我的打呼聲 就是害得我兒子睡不好 我老婆很會讓我有這種愧疚感 那我就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我就開始想要怎麼辦啊 還想說要不要開刀啊什麼... 然後有一天 那個我兒子起床 他就打噴嚏 然後我說你還好嗎這樣子 因為我兒子才五歲 他說爸爸我晚上都睡不好 然後我就很難過 我就跟他說兒子對不起 是爸爸不好 不是爸爸我 因為我鼻塞 我鼻塞所以我都睡不好 好啦 根本就是我兒子他說 他就是因為鼻塞 所以睡不好 我老婆 我不知道他是拿一根筋不對 他突然說要跟我分房睡 對 我就覺得這個事情做不到 不單純 對 至少現在還做不到 我的話就是這樣子呢 因為我像結婚了這麼久 然後小孩也長大了 所以我覺得說 大家都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那媽媽也要回歸到有自己的時間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 就是大家都不要找我 然後我就會有自己一個小空間 就是我會在我的浴室裡面 對 是我女兒幫我拍了一個 五十四歲的媽媽的抖音 然後 然後我就在裡面看劇 這很大一間浴室 對啊 然後就是在運動 在運動 對 然後有時候 這個站地很大 這空間太大了 我的天啊 對 然後這裡面有時候 可以看劇 好像飯店喔 對啊 應該可以待一整天吧 對 然後裡面 就有一些我保養的東西 譬如說我就是可以 護髮啦 弄弄面膜啦 弄弄身體啦 最近這一支是因為我女兒就 閒著無聊 她就拍一個 我的五十四歲媽媽 到底每天都在做什麼這樣子 小天地對不對 然後那就是我十點鐘 有這樣自己一個個人的空間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就可以跟你的姐妹們聊天 因為現在都可以用視訊 可以一起group chat 而且屬於自己的時間 你可以就是調整很多 白天的壓力啊 沒錯 你還有管理員可以聊咧 我們那個管理員 我講那個東北話 你根本就聽不懂 叫你上去啦 你上去啦 不要再卡 卡什麼 天啊 那可是你看像我們男生 我們能躲到哪裡去 對不對 應該就是廁所或者躲在車上 對不對 對 陽台 所以為什麼現在那麼多男生 喜歡買一些花花草草 就是像我也是 有時候就躲到陽台去 這樣好像在噴水 其實那個罐裡面 你根本沒有水 就假裝在那邊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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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植物對話 對 跟植物對話 好 你的... 你長得很好耶 你長得那麼美 我連飯都不會煮 你看你那個葉子 好綠喔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可以有個 就是15分鐘的時間也開心 要不然就是躲到廁所去 那躲到廁所去就是 就去看手機嘛 對 那看手機 有時候其實 用很多解壓的一些小巧克力 盲盒直播超解壓 來賓現場開箱 你一開始你就覺得很荒謬 第三天之後 我們下來 不好意思 幹嘛搶到喔 好可怕喔 我開箱才先 我跟盲盲盲 打開全部的襪子 好可怕喔 例如 對 比如說現在我最近喜歡看的 就是一些 有這樣的 有...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風神無雙那個山豬 是真正的山豬 因為現在有很多地方 那個野豬山豬都氾濫 對啊 那我看那個殺野豬那個 有時候就覺得 有時候會很興奮 可是又覺得很捨不得 殘忍的耶 好想買一把槍喔 他有點...他會不會是我的 捨不得你是不是 因為有同理心 他會不會是我的 親戚之類的 所以你今天看他殺... 你今天看他殺天豬 會不會覺得人眼熟 不是 他是獵人 對 我告訴他我會怕 對 他是獵人 要不然就是有時候 我會看一些那種 直播開盲盒你知道 對...那個很好看 很好看 超好看 完全會就是滿足你的那個好奇心 就比如說 就一些八家酒 八家酒 一邊在那邊吃檳榔 喝啤酒 然後在那邊罵髒話 然後說來 現在過來開一下 好 打開 然後他說來 這個盲盒 那些盲盒就是比如說 其實有很多人 他寄的那些包裹 或是那些商品 其實被退回 或者沒有人去領 那他們就會去買這些盲盒來開 然後打開 這個兩千塊 要不要 上車 準備上車這樣 然後打開來 有些會直接打開 打開來那個東西真的都很好 很好啊 打開來有什麼 有包啊 有手錶啊 對 PS5 對 然後還有名牌包 小小的那種 皮夾什麼 還有Switch 都有 Switch 名牌手錶 都有 而且有時候還有那種貨櫃 一個貨櫃 讓大家來標 就是可能多少美金把它標下來 他跟你講 裡面今天這個貨櫃裡面 可能都是電子產品 對 然後你要用多少錢來標 你等於都 可是你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對 你打開那個門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賺錢這樣 對 就是拆盲盒 那東西你一開始 那很好看 對 你一開始你會覺得很荒謬 誰會買這個東西 看了 因為都是人家不要去領的 對 對 看了第三天之後 我就嚇慘了 延續 你真的 直接買三個 那你有買到什麼 奇怪 他們打開 還有那種金釋子 你知道嗎 真的喔 我打開 對 我打開這個是就是 馬桶芳香劑 這是什麼 兩千塊 馬桶芳香劑 使用時請揭開封條 你有嗎 那是你 我表開給你 這個等一下... 還有有一次一打開 有這個東西 賺到了 但是我在一看 賺到... 後面這個好像有點發霉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沒關係啊 裡面是... 說不定二手的啊 對 我想請問哪一個 明牌包 用這種塑膠在裝 對 防水啦 對 防水... 沒錯沒錯 這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明牌耶 還有寶卡喔 還有寶卡 全部都見機師 對 寶卡顯得是 反體中文 就是一個 結果是假包 你知道嗎 那這些都 我都不打緊 我還沒有很生氣 最生氣的有一次 怎麼樣 給了我一堆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一堆這個 這是什麼 你想不到對不對 來 我告訴你 這個用處很大 尤其我們出外景的時候 來... 我給你打開來看一下 他還包裝得很好耶 包裝很好喔 打開來 是這樣子用 這樣子 然後你的耳朵 耳朵要從旁邊出來 幹嘛 耳朵出來 來 泡曬 出外景 泡曬 好可怕喔 泡曬 你那是採仙科吧你 泡曬 兩感面操 其實是泡曬的 不管你要採仙科 你要採茶 好可笑喔 你要不要 來...子余婷 來 給你... 今天開工了 大家有... 好好笑喔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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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三二的時候 也是要拉下來啊 為什麼 就這樣子錄啊 這樣子就很常備啊 大家都有啦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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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富士道台 以為是小可愛 你整箱都是這個 都是這種東西 我剛剛買那個盲盒 打開 有一次我跟你講 有一次... 有一次我拆開是一隻手錶 我想說... 而且它是計時馬錶 計時馬錶 它就是很精準的那種 對 計時馬錶 我看...漂亮... 我再仔細看一下 紙針是用畫的 他的紙針是用畫的 你說... 我們就拍的那個... 我們就拍的 你記不記得 我用畫的 那一般是景型廳在用的 真的... 真的... 他還是... 他那個錶帶還是皮帶喔 對 然後我們三個... 我們兩個抽到好開心喔 一看... 那個兩百...兩百的... 他這個紙針怎麼是用畫的 他秒針怎麼不會動 他解析作好清楚 我再記了一看 這是貼紙吧 換東西真的很氣 我們就除了... 我們剛剛提到那個男人的地方 就是廁所嘛 然後再來就是... 車上 陽台啊... 什麼...打花這樣 天花板啊 可是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那個...那個... 車上 開著車然後今天... 一整天這樣出去玩 然後全是大小 然後... 該瘦的戲全部都... 在身上就是變成一個垃圾桶 售完去之後他們全部上樓了 然後就進房了 就會待在車上... 不要下車 對... 然後就在那邊待著 然後也是一樣看視頻在那邊看 然後想一想 在那邊發呆啊 我幹嘛這樣啊 左看右看 然後看那個阿貓阿狗在那邊叫啊 這樣都開心喔 很療癒 都很開心 因為... 在那一刻... 世界安靜... 世界安靜的 然後我會玩打火機 蛤 打火機 我會玩打火機就是... 這應該有玩過吧 誰跟你一樣 那個裡面煎灌瓦斯嗎 對啊 然後就... 你好像火拳艾斯喔 對啊 然後就... 那個時候你會覺得... 真的... 很酷 然後你會... 你的皮這麼厚 那不會燙 完全不會燙啊 在那個時候你覺得... 這些生活上的瑣事 攻擊你之後 因為他的心比手還冷 手上的火 然後它溫暖了 但是它消中幾十 就是要把握當下的人 好有哲學 好有禪意喔 有道理喔 真的 你... 一些無聊到是玩的東西 你灌多一點 它可以燒更久 好啦 但是... 好啦 不是危險示範嗎 就是... 就是一個... 一個... 自己的一個... 是... 但是你自己... 其實自己獨處很重要 可以找找朋友聊聊天啊 或是唱唱歌啊什麼的啊 他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朋友不多啊 真心的沒有幾個啦 他唯一的朋友 就是飛鼠被他自己打掉 像姐妹呢 姐妹都有聚會嘛 對啊 因為我們女生 就比較容易找姐妹 對... 因為我覺得男生比較可憐 女生比較容易會找到同伴 對 而且你們空間那麼大 而且我們都很明白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跟朋友聊天 通常我們其實都會... 在那個時候 我們都會聊一些 我們覺得很棒的東西 所以啊 我最近啊 就一直在推薦我的閨蜜們呢 用一個很好的 對 然後我今天呢 也帶來介紹 推薦給珍莉還有大家 好 來... 對 我今天呢 就來介紹給大家這個 早C晚B的一個保養方法 其實我想問一下 以前都是聽到早C晚A耶 這個是早... 早C晚B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保養方法 那我先講早上的C C就是這一瓶 C它就是一個美白的精華液 然後它裡面呢 就是很有維他命C的成分 然後呢 它就可以讓你做到 美白抗氧化 抗氧化很重要 對...至於B是什麼呢 B就是晚上的這一瓶 OK 然後它這個晚上擦的B 它裡面就含有維生素B 它可以讓你呢 加強那個美白的效果 然後更平滑滑順這樣 是太重要 因為呢...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皮膚也沒長什麼東西 可是因為你一整天在外面 你可能你的毛細孔裡面 都會阻塞 沒錯 而且外面空氣又這麼長 對 會長一些粉刺什麼 你可能眼睛看不到 你摸起來粗粗的 出外景就會長一些斑啊 對... 會長一些鈴片 對... 鈴片那是... 鈴片 Sorry 大家都知道因為紫外線是非常可怕 你們剛剛長的都是紫外線 對... 你不要以為攝影棚 攝影棚也有紫外線 對... 當然是... 都需要防曬 所以除了防曬之外 我們要讓我們的肌膚 越健康越好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靠它 來讓我們的肌膚 能夠對抗這些紫外線 了解 那你怎麼使用 然後在什麼時間用 早上就是白天 就是看白色的 晚上就是黑色的 那就是在你所有正常的 保養的過程 譬如說你洗臉 洗完臉之後化掉水 然後乳液完了之後 它是最後一道程序 幫你封鎖起來 是 然後它這個呢 每一瓶裡面 它都含有10%的維他命C 它可以淡斑美白 然後最主要 抗氧化的成分非常的重要 然後它有一個防護膜 它可以幫助我們 防止紫外線的傷害 然後減少我們的黑色素的產生 很多人就說 你這個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曬一下太陽 長一點點 黑一點點 他們說 好可愛喔 對 現在呢 我們只要長一點點 這樣說 你老人斑出現了 所以其實只有 有個還說 你是不是乾斑乾不好 對 尤其是男生常常會被人家講 長一點點還以為是老鼠斑 我覺得呢 不管怎麼樣 就讓你的臉就是美白 然後乾淨看起來 人呢就是會有精神 然後由內而外的這種發亮 我覺得是我們現在所追求 所需要的 而且他們全新的產品 很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們都有得獎過 他們都有一個別家的專利 所以他們都得到那種 就是美國的美容界的諾貝爾 對 然後它那個裡面有一種呢 它裡面的成分叫做 法沙芬 等一下我打開以後 你們就可以聞到它是一個 很特別的味道在裡面 好期待喔 然後它裡面其實全天然的 這個都有經過人體實驗 是 所以也都不用擔心 不過也不用人體實驗 我本人就已經實驗了 很好 所以你看我已經擦了 整個臨床搬過來 對 臨床都在我臉上已經實現了 而且底妝又不用太 我今天特別的只擦了 隔離霜是有一點點潤色的 這樣子而已 我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 所以這裹妝就可以出門了 對 你看我只有花眼妝 所以你只要皮膚保養得好 對 讓它透亮其實妝都不用了 對 沒錯 那很想看它的質地跟味道 好 我現在來分享它的質地 跟它的味道給大家 你看 不要浪費 然後呢 美白的東西 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你說... 你看 你看 它稍微的擦一下 我竟然吸收了 對 它不用多 你看 而且它的延展性很高 你看 剛剛低成這樣 對 它的延展性對我也要嘗得好 我跟你講 它的一滴 所以你不用用多 它的一滴 等於別人的一管 一滴 原因是因為它全部都是高門度的 你聞聞它的味道 對 好天然的那個香味 對 最主要是它不黏膩 因為我們怕的是說 在你的臉上黏膩嘛 你看摸起來 它沒有黏膩感 你看姐的手啦 50幾歲的手 54歲的媽媽 天啊 我也要變成這樣 我要努力一下 對 所以它呢 既不黏膩 它又很好推 而且它的用量非常的省 因為它是 無水超濃的精華 趁連老娘的手都變漂亮 看到沒有 對 真的 有差就有差 有差 那我現在就是 擦在臉上給你們看 好 有差嗎 你看 它吸收也太快了吧 真的耶 有差一點 它馬上就吸收進去 真的耶 天啊 而且整個亮了起來 它亮了一個色階對吧 有 有 看得到嗎 比姐妹亮起來還亮 幫我們姐妹加很亮了 姐妹來這裡就確定亮了 這種亮喔 這種擦法的亮 它是從裡面亮出來的 是 所以你擦一陣子之後 就會有這個效果 然後晚上呢 我就會換這個 B3精華修復 可以拿起來給大家看 幫助我們 除了在持續美白之外呢 它可以讓我們的幾乎 變得更平滑 等於幫我們修復 對 修復你的皮膚 我有一個筆迫 就是我在 開始用產品前 跟開始用產品後 妳太美了吧 你看我 我故意找同一個場景 對 這是同一個人 是同一個人 對 而且是大概十天不到 一個禮拜到十天 好快喔 整個那個氣色跟那個緊緻感 有沒有 而且喔 我跟妳說那個筆迫的那一張 我還真的有上一點妝 對 看得出來就是比較有點 對 剛回家 對 可是另外那個是完全素顏 不用心虛啊 真的 我真的覺得 修復姐真的越來越美麗 對 越年輕感 那個狀態 對啊 而且以後不用擔心 那些記者伯伯 調一些歷史畫面來比較 對不對 真的... 不怕... 對 你看有了這個 還需要做什麼一美調成嗎 對 你看那個才差十天 馬上就很有感 對 再次掌聲謝謝Julie姐分享 謝謝 好 那甄莉姐呢 一定有很多打不完的牌局 因為你知道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已經不太約打麻將 所以變成就已經真的沒有 沒有真的所謂的面對面打牌 對啊 就偶爾線上玩一玩這樣 可是我覺得 因為現在已經解放了 所以我們又可以 對 所以之前因為小禎不是生日的時候 我們都會一起出國 所以去年十二月她生日的時候 她又開始辦了 然後在她生日這個就是講好 完全就是 不能帶小孩 只能姐妹出去 就是姐妹自己出去玩 然後放鬆 已經是一個邪教了 沒有啦 下白不回家 原來都在玩這個 不是只有我 我們每天好像在比誰先回家 誰就輸 就發展出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那個電視 就拿 2K NBN 超舒服的 自己跟姐妹出去玩 那個感覺跟你有帶著小孩 出去玩完全是不一樣的 而且那個像 那時候她是約十二月 我們在四月份 就已經訂好十二月所有的行程 所以在這個中間呢 我為了要我可以十二月份 跟他們出去玩 所以我覺得我老公也要感謝小禎 因為她中間的時候 有去泰國打球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也滿生氣的 可是我為了我年底 自己也要去打球 所以她那個出國的時候 我就隱忍 隱忍先不講 然後到時候 快要到的時候我就跟她講說 那十二月的時候我要出國 去越南打球 她說妳要出國 妳怎麼沒說 我說我很早就說了 妳一定忘記 我就一定反正賴給她 她反正也記性不好 她就說 對 我就說 我早就說過了好不好 妳一定忘記了這樣 她說可是十二月份那時候 她們就是正在忙 過年的積位幹嘛 她很忙 她說這樣沒辦法照顧小孩 我說那妳七八月的時候 去泰國打球 那時候小孩放暑假 我都在那邊照顧她 那我不是也沒在囉嗦 我也有工作要做的時候 我也有在照顧啊 所以不用囉嗦 大家就是這樣好不好 我也要出國再見 就只要這樣放鬆這樣 五天回來就超好的耶 妳看笑得多燦爛 沒有老公 沒有小孩 妳看每個小孩都開心 好像是少女團體 真的 而且超好玩的 而且裙子一個比一個短 我們去越南 我們去越南打球 那球場超美的 其實我們家其實 這樣來算的話 我們家算是男生宿舍 對 你們男生多嗎 生兩個嘛 然後有的時候 你們女孩子在想的時候 或者是你們想休息的時候 那我們想要出去活動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沒有辦法配合 一次約妳 兩次約妳 三次約妳 到後面我們約的時候 都只會有一個結果 就是大家都不要去這件事情 那怎麼辦呢 那小朋友也會抗議 那我自己也會抗議 我說不是這樣好了 我兒子 我們就下定決心 趁媽媽不在的時候 趕快啊 我讓她小朋友一畢業有沒有 一畢業趕快收心理 哇 跟逃難一樣啊 媽媽不想出去 但我們想出去啊 有沒有 幹 然後就摩托車欠了 就衝出去 剛剛講 沒有 我趕快 趕快 趕快蓋起來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反而是把手機給關機 哇 老婆氣都找不到人 一玩就是三天兩夜這種 然後說他的卡 開心啊 他就在家裡這樣 你有一筆進帳 你有一筆進帳 這什麼心態啊 你這樣好像女神在做男生之術 真的啊 不是 你放重一點 你以後也會走這樣的路 不是 你們去玩什麼呢 去夜市啊 然後去海產店啊 然後我還帶小朋友去海釣場 小小天堂 他是跑海釣場嗎 那你是跑 那我是跑籃球場 對 對 那只是一個 我只是為了要隱藏自己的地方 而且你不要以為 就是經常我老婆 只有籃球場 你才會找得到你的自我 沒有錯 就是這樣 沒錯 我老婆就經常抱怨講說 為什麼你明明七點就練完球了 回到家卻是九點半 我跟你說 不是只有我 可是那教練每天在那邊罵很兇 他原來也在躲老婆 我們罵球員 其實都在發洩我們的壓力 都在發洩我們被老婆罵的壓力 然後我們每天好像在比 誰先回家誰就輸 明明都沒事就已經 攤在那上面 看誰撐得久 表示自己那個 對 已經開始肚子了 你不回家 他說沒有啊 我沒事啊 我老婆不在久 他不會打啦 都是這樣 我老婆不會打 手機關無聲這樣 到後來我們就發展出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那個電視 那個其實是平常拿來就是畫戰術 然後或者是就是放一些比賽的影片 給球員看 到後來我們就拿 我們只有教練團可以打 好爽 好大一台 解析度又高 好爽 然後這邊打2K NBM 超舒服的 沒有人要回家 對 這就是一個小確幸 真的 我跟你講 今天聽了那麼多 不管是男生 女生 真的是還是有時間 要來喘口氣 因為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 是 所以婚姻裡面什麼事情都要包辦 所以也要自己獨處的時間 但是有時候也要互相的體諒一下 這樣子我們生活中有一些小確幸 我們的婚姻才會走得又穩又長 但是我還是未婚 我不想結婚 記得掃瞄我們螢幕下的QR客 回答小問題就有精密禮物送給你 是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姐妹亮起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